想知道我堂堂聚录郡王 却满脑子都是你 甚至不惜违背黄灭 不想让你胡思乱想 不想让你离开我 电视剧燕归席冲越持续热播中 在之前的剧情中 赵小千出于多方面的考量 只得让谢小满委屈一下嫁给她为妾 可能是觉得亏欠 小千始终想不长点谢小满什么 甚至还想过把她立为正妻 可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母亲安排的对象 沈家小姐出现在了吴江府 谢小满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万幸赵小千不惜违抗朝廷命令 也要把沈家小姐送走 她发誓一声只爱谢小满一个女人 为了让她转正 小千想了不少办法 她先是拼尽全力在战场上立功 等到受朝廷重用的时候 赵小千突然宣布把谢小满修出家门 但这只是她曲线救国的方式罢了 赵小千生怕自己的权威会连累到小满 所以才先要把她罢出 还好她很快就不用再隐忍了 赵小千在朝廷扎下根基后 立马找到谢小满跟她告白求婚 两人举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 试问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吗 中文字幕打来 $4.00 中文字幕提供